大家用好奇和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 尤其是那个长发锤剑的佩莱 他的位置太关键了 整个球队的攻防都掌握在这个人的脚下 他能行吗 球迷心中都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过这个问号很快就变成了感叹号 凶猛的强断 熟练的控球 以及非凡的组织能力 有了佩莱 大连万达对腰板一下子挺得直直的 他在球迷心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每当佩莱因伤病或被停赛而无法登场的时候 球迷看球时心里总是坠坠不安 担心防守 担心进攻 而一旦佩莱迈着他那不太潇洒的步子走进赛场时 球迷就会长出一口气 心中的忧虑也会抛到九霄云外 积极地跑动 频繁地抢断 再加上他那与众不同的绿色长发 让佩莱在大连万达队的中场格外显眼 然而就是这头飘逸的长发 却给他惹了不少麻烦 在职业连赛开始之际 中国足协曾经规定所有运动员不准留长发 尽管很不情愿 但为了全队的利益 为了能够登场比赛 佩莱还是在赛前忍痛剪了头发 结果在九六赛季的开季赛中 佩莱得以打满全场 在这九十分钟他两次远射 又威胁传球三次 抢断十二次 成功七次 在大连队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 佩莱妙传斯文森造成脚球 詹华正是利用这次脚球机会 为大连队打破了场上僵局 越打越放松的大连队 此后又连入两球 其中斯文森的入球 也是佩莱间接助攻的结果 大连队首轮三比零客场战胜了天津队 取得了开门红 这是佩莱甲埃连赛的第一次胜利感受 不过让佩莱更为难忘的 却是他在甲埃连赛的第一张红牌 同样是与天津队的比赛 不过这一次大连队是主场 比赛在雨中进行 双方争夺得很激烈 佩莱在一次抢球中与对方队员相撞 由于对对方的粗野动作不满 气氛异常的佩莱很冲动地与其理论 结果两人双双得到红牌被罚下场 再后佩莱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但知错就改的他 也让这个第一次成为了最后一次 红牌 强断 禁球 以及减发风波 浓缩了佩莱一年来在大连的酸甜苦辣 对于佩莱来说 这一年也许称不上完美 但帮助大连队重登冠军宝座 入选当年假意的最佳阵容 绝对会成为他人生中 一段最为深刻的中国记忆 而对于大连的球迷 这一年的记忆又何尝不深刻 佩莱的表现已经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甚至在这以后的日子里 佩莱成为了大家衡量一名外援 是否合格的标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